欢迎来到京城城市奥德萨 这次为啥要采访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一个粉丝 给我推荐 他是个乌克兰人 刚刚的曲头是他比较轻俄 我们也想找找这个比较轻俄的人 这个群体 怎么看在这场战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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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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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说得真好 有一般吧 一般是吧 走吧 那去你那儿 好吧 你这中文是什么地方学的 哈尔滨 哈尔滨 在那儿待了多少天 一年就学这么好啊 我现在也是一个学生 在哪上学的 现在 在哈尔滨的师范大学 就是你现在还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是吧 是的 就上网课 上网课 是读硕士是吧 对 那你去中国生活过一年 你喜欢中国吗 喜欢东北啊 为什么 那边人他们的就是可能是思想上 就是比较比较接近 我喜欢那边的气候 我不太喜欢夏天 我更喜欢就是那种冬天 食物吃得惯吗 中餐 只得惯啊 啊 是吗 哈哈哈哈 这什么果包肉啊 什么哈哈哈哈 果包肉都是 还有呢 哈哈哈哈 啊 什么牛肉面啊 果包肉啊 啊 小鸡炖蘑菇 啊 是的 啊 什么冬杯烧烤啊 啊 那些那些夜市 嗯 主要是因为人好 好 就 人很好 我们总是说 就是 呃 哪里的人好 你就喜欢哪个地方 嗯哼 嗯 因为毕竟你跟其他的人在在块待着 我们就产生一些回忆 啊 嗯嗯 对 然后东北还是给我留下了 呃 很好的印象 啊 对 让我喜欢那里 啊 战前我是一名反语 可以啊 对 在一个在在一家国际公寺 哦 搞翻译 哦 然后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 嗯哼 然后我自然也没工作了 嗯哼 呃 就是说我之前的工作 就是要往里头走 这里的车开不进去的是吧 呃 这 不不不能进 不能进是吧 对 然后共 然后共产 啊 共产里面的环境也不能拍摄 哦 呃 和平时期也不能拍 哦 哦 哦 不 你对这个工厂 工作的工厂是哪一个 你跟我们指一下就行了 就就是这个工厂 就是这个吗 对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罐子这个是吗 是的 这个规模还挺大的 是的 原先这个厂里有多少员工 很多 很多 没算 没算 都是乌克兰人吗 是的 基本都是乌克兰人 就是有一些中国派过来的技术人员 是的 昨天我们听说奥特萨 就被轰炸了你知道吗 是的 昨天是海港被中了导弹 你在这个住的地方能听到吗 当时 能啊 整个房子都 昨天上午整个房子都在轰动 是吗 那你从这个地方 就你住这个地方 离那个爆炸的海港有多远 很近的 很近 就大概15分钟就到了 走路是吧 昨天就是有两个导弹 在这区域 就是被炸了 在天空被炸了 但是还是能感到这个 房子晃动 对房子晃动 那当时你跑了 跑出去没有 没有 就是炸了两个导弹才出去的 是吧 那你也挺淡定的吗 这样 开情就是紧张也没啥用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给这个区域射过导弹 就射了好几个 而且大部分都是中了目的地 刚好是在这里附近 就是有三个 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 然后还有一个在 好像在什么共产 炸的 当时 对 离你这也很近 是吧 特别近 过马路就到了 你是俄罗斯族还是乌克兰人 奥德萨这边人都都是混血 然后我爸是德国人 我妈是白俄的 那你平时是讲俄语 还是讲乌克兰语 你平时在这里 俄语 讲俄语 对这里整个城市都讲俄语 所以从当初本来是没有乌克兰人的 这个城市是沙俄建立的 这里以前什么都没有 后面沙俄投入了金钱 然后他们叫上了欧洲人 安排这个城市的建立 这里本来是什么土耳其的一个堡垒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 其实跟俄罗斯的关系更近 是吧 是的 就是有一些脑子有问题 然后他们认为全国都必须得讲乌克兰语 然后他们就在大街上听见了我讲俄语 然后会过来 然后问我 就是怎么不说国语 或者试图跟我闹冲突 你怎么回答 打呀 当然那个时候我年龄比较小 我那个时候还读高中 就是我住个院子 我住在这个院子 有很多的民族 什么乌斯贝斯坦人 犹太人 吉博撒人都有 然后大家都讲自己的语言 当然如果是我们最近沟通 那肯定会说俄语 因为我们不会去他的语言 通行语言是俄语 是的 我们说说这个语言并不是为了什么主意 但是说就我们就当初就说这个语言习惯了 那你其实你会说乌克兰语 那人家让你说乌克兰语 你为什么你觉得很难受 当你最愿意说乌克兰语 就没什么毛病 当有人来逼着你说乌克兰语 那就有问题了 他们说俄语是敌人的语言 但是脑子有问题的人跟我讲一个语言是我的错吗 语言本身你说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敌人 我说的是俄语 但是我的思维 我的最想上是乌克兰人 而且现在跟俄罗斯打仗的群队一半都是讲俄语的 你怎么看这场战争 这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是谁也不清楚 因为我们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复杂 我们已经打了差不多400年了 你说历史延续的一部分 是的 乌克兰本来是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东部 一个是西部 然后这两个这两个领土本来是都有各自的历史 因为西方他们他们本来是在波兰 或者在德国 我们是属于沙俄 对 所以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就是因此俄罗斯他们使用了这些文化因素推动革命 就顿巴斯这地区是吧 搞分离运动 对 我听你的朋友讲 就是说你其实在战争之前 你其实是对俄罗斯更有好感的 听使务是没有完整的 shadow 伤結呗 输你 我当那些字幕